自从郭麒麟跨界之后,郭德纲想见儿子一面是越来越难了,不得已郭德纲只能给郭麒麟安排通告,才能跟儿子见上一面,甚至带着剧组一起探班郭麒麟。 即使是这样也还是想念郭麒麟,时常在采访的时候抒发想念儿子的相似之情,6月19日父亲节郭德纲发了一张图片,看到图片网友们不禁惊讶,就连颜鹤翔都评价道,哇塞,这是您多大,图片中是郭德纲年轻时候的样子,不少网友都发现郭麒麟跟图片中年轻的郭德纲太像了,就是比郭麒麟黑了几个度,纷纷挽起了找不同。 面对老郭突然晒出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,网友们也是纷纷猜测老郭是不是想儿子了,毕竟是父亲节,而如今的郭麒麟可以说是太忙了,综艺不断,估计自从3月份窝头会馆之后父子俩还没见过。 虽然有二儿子郭芬阳陪在身边,但好像更加想念郭麒麟,回想之前郭德纲带着整个剧组探班郭麒麟,网友们也不禁纷纷猜测如果郭麒麟再不回家,今年的逗笑社郭德纲估计还会带着剧组去探班,看到年轻时的郭德纲网友们也不禁纷纷感叹, 这些年郭德纲敬意了什么,每一张郭德纲年轻时候的照片都像是在跟大家讲述着郭德纲的过往,曾经老郭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,从三进北京,到橱窗48小时,到如今的相声京剧鼓曲全面发展,短短几十年郭德纲将相声传遍千家万户,也将自己从一个年轻的帅小伙蜕变成一个众人口中的大叔,最后也祝愿郭老师父亲节快乐, 天天开心